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为加强平时转战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又动歪脑筋 打算成立保安警察第八总队或扩编保安警察第二总队 军事化训练约5500名警察投手榴弹射轻机枪 甚至进行城镇战斗 被外界质疑军警不分 本末倒置角色错乱 党内媒体日前引述明代言论爆料称 民进党当局拟扩编保二总队接受军事训练 使其成为第二路军 据了解训练菜单是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开出 岛内警政署被动接收 预计将由军方派员培训警察为战术师资种子教官 再由教官训练关键基础设施为安远警 这种昏招不仅被岛内媒体斥为军警不分 本末倒置更很快在政界激起反对声浪 岛内明代郑立文指出 相关训练科目内容不只包括投手榴弹 兵器射击 还有小部队的城乡战攻防演练 分俗攻防使兵对抗 这就是城市巷战 郑立文对此痛批称 民进党为了选举利益 不断让台湾陷入紧张状态 并质问蔡英文一边引战一边备战 到底要怎么避战 为什么要当美国的马前卒 把民众推向战场 岛内明代李德维也质疑 军警性质不一样 要警察接受军人训练 非常不妥 他表示 怀疑这样的政策应该是更高层决定的 他更质疑 是不是美国提了这样的要求 民进党应该要说清楚 而在这场闹剧中 首当其冲的台岛警戒 更是对蔡当局的蛮干 充满疑虑 极力反弹 评论指出 蔡当局此举恐错伤警方士气 影响社会治安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警戒基层反弹也强烈 他们认为 警察私职内政 而非防务 战术逻辑为活捉嫌犯 而非接敌 没有这样搞的 警戒官员则认为 警察训练的是综合逮捕术 而非军事格斗虽有步枪打靶 但频率不高 且不是每人都受过 维安特勤队等训练 相关训练也不同于军人作战 简直角色错乱 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就此批评称 民进党自己把两岸情势 搞得兵凶战威 为解决兵力不足问题 竟然把脑筋动到警察身上 警察面对的是民众 军人面对的是敌人 两者训练方式及目标 都完全不一样 怎可混为一谈 岛内明代 郑立文更质疑称 岛内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难道警察都不用办案 让老百姓的身家安全靠自己吗 他强烈要求蔡英文 赶快出来解释清楚 近年来 岛内治安千疮百孔 黑枪毒炸大案连发 蔡当局无法让民众安居乐业 还想搞保二扩边 警察军训 民进党显然没从地方选战惨败 和美国毁台计划中学到教训 正如台湾中国时报所说的 搞好治安才是警察本业 民进党当局该做的是和平臂战 别再打警察军队化的主意